第八百四十九章 甘心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哎 小瑞 怎么黑成这个样子了 一个红亮的声音从屋外传出 厚厚的挡风帘随之被掀开 肩膀上挂着两颗耀耀生辉筋斗的欧阳磊 走进了屋里 这 这就是你说的大猩猩 欧阳磊一进屋 就被金刚给吓到了 右手向腰间抹去 只是今儿个傅家彦没有带枪 他自然是抹了个空了 庄瑞之前给欧阳磊说过这事 只是金刚这体型实在是让人心生恐惧 就是欧阳磊这真正经历过战场的人 也看得心脏碰碰直跳 看看晒得幽黑的庄瑞 再看看那大猩猩 欧阳磊算是知道什么叫做物以类聚了 啊 欧阳磊的妻子刚刚进入了屋里 见到金刚更是尸声尖叫了起来 瞎得庄瑞连忙向金刚看去 他把金刚受到惊扰 别把孩子给扔了 还好 金刚只是歪头看了两人一眼 继续逗弄着手里的孩子 模样极其憨厚 大哥 大嫂 金刚很乖的 没事 庄瑞招呼着欧阳磊夫妻坐下之后 欧阳磊倒是蛮有兴趣的看着金刚 只是他媳妇被吓得不轻 坐的地方距离金刚足有十几米远 听到庄瑞提起自己 金刚冲着欧阳磊夫妻叫了两声 欧阳磊眉头皱了一下 说道 小瑞 你当时也没说是这种猩猩 把他留在这里 怀疑伤人了怎么办呢 要不送到动物园去吧 金刚这外形实在是很难让人放心 欧阳磊这也是为了庄瑞考虑的 大哥 没事的 金刚很通人心 而且我把四哥的会所邀了过来 到时候让金刚住到那边去 开什么玩笑 送动物园 那样的话 庄瑞就不会把金刚带出来了 在庄瑞心里 动物和人是平等的 家里的这些动物 更都是庄瑞的朋友 我说庄瑞 敢请你要我那会所 就是为了安置这家伙呀 欧阳君听到庄瑞的话后 查了一句 他本来以为 庄瑞是想在郊外搞个庄园的 没想到 是为了这头大星星 为了一个动物 居然赤字数亿 买下自己的会所 这种手笔 让欧阳四少扎舌之余 是自叹不如 也不完全是 家里动物多了 四合院就显得小了一点 你那场子够大 让他们去折腾呗 庄瑞的想法是 家人都还住在这里 自己每天往会所那边跑一跑 金雕是肯定愿意过去的 至于白师 就留在四合院里好了 行了 大哥到了 咱们先吃饭吧 吃完饭 我还有东西送给大家呢 庄瑞说完话后 让金刚把孩子交给了自己 金刚很听话 不过眼中有点不舍 看来 这保姆还当得挺上瘾的 走到餐厅后 庄瑞忽然想起一件事 转过头对秦宣斌说道 对了 宣斌 你去把彭飞和张倩叫来 我有事要交代 秦宣斌虽然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见到庄瑞郑重其事的样子 转身去前院喊人了 庄哥 找我什么事 首长好 彭飞一进餐厅 就见到穿着中将服的欧阳磊 条件凡事的尽了一个礼 你现在不是军人了 不用行军礼 欧阳磊摆了摆手 他对彭飞很欣赏 在庄瑞失踪的这段时间里 彭飞所表现出的那种 坚韧顽强和不放弃的精神 让欧阳磊对他也是另眼相看 要不是彭飞现在跟着庄瑞 欧阳磊都动了 将他重新召回部队的念头 彭飞 休息得怎么样了 你这身体 估计要几个月才能调养过来 这段时间 换好龙跟着我吧 你好好的在家休息 顺便把婚礼办了 庄瑞招了招手 示意彭飞和张倩两人坐到自己身旁来 待到彭飞坐下之后 庄瑞站起身 说道 妈 我和彭飞出了一年多 待他和弟弟差不多 今儿我帮您做个主 我认个干弟弟 您认个干儿子 您看成不 庄瑞这话一出 方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虽然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 认干心没有古时候那么讲究了 但是在彭成的地界 认干心 仍然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 按照彭成那边的规矩 真正磕头静察阵的干儿子 可是要像亲儿子一样 侍奉老人 给老人养老送终的 别看庄瑞和刘川情同兄弟 刘川也是满口干妈的叫着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认干心 如果彭飞认了欧阳婉做干妈 以后欧阳婉百年之后 彭飞都是要披妈带小 像儿子一样贵彭的 欧阳婉稍稍愣了一下 因为在之前 中瑞没有对他说起过这事 不过欧阳婉也很喜欢彭飞的质朴 加上知道彭飞的身世 当下没有怎么迟疑 就点头应允了 更重要的是 这次庄瑞能脱险 虽然大部分都是金语的功劳 但是彭飞那种不离不弃的精神 也感动了欧阳婉 彭飞见到欧阳婉点头之后 连忙推开椅子 来到欧阳婉的面前 说道 阿姨 我彭飞父母双亡 跟着妹妹相依为命 是庄哥把我给带了出来 才有了今天的日子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就喊您一声骂 庄瑞连忙倒了一杯茶 递到彭飞手上 彭飞拉着张倩一起 双膝跪地 两手将茶杯举过头顶 恭恭敬敬地说了声 妈 喝茶 好 好孩子 你们都是好孩子 这茶 妈喝了 欧阳婉接过茶杯 喝了一口之后 把彭飞和张倩拉了起来 让他们坐回去之后 欧阳婉匆匆去到自己房间 再回到餐厅的时候 手里拿了一副红飞手镯 欧阳婉将手镯带到了张倩的手上 说道 孩子 这是妈的一份心意 等你和小飞结婚的时候 妈还有礼物送给你们 干嘛 我也要 刘川见到有便宜站 连忙喊了起来 一边去 你媳妇早有了 要不 我把金刚送给你当保姆 庄瑞美好气地瞪了流传一眼 引得房间里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认完干亲之后 气氛变得愈加热烈了起来 这顿饭是庄瑞有史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 当然 有铜感的 还有金刚 虽然没能上桌 但是张妈也给他准备了一大锅的菜 嫂子 小县 你们都挑几件吧 捡好的呢 吃过饭回到了乡房里 庄瑞将两袋装着首饰珠宝的麻袋打开 让房间中的女人们 每人挑选了几件 看到这些散发着盈盈光泽的珠宝 房间里的女人们 简直是看得直了眼 就连欧阳婉这么淡然的人 也是看得有点吃惊 这世上 还真没有几个女人 能敌得住珠宝的诱惑 而且在场的这些女人们 眼光都很毒辣 最后 居然没有一个人 挑选成品首饰的 而是挑选了一些 极品珍珠和宝石 准备拿回去 找高手将人们自己制作 庄瑞让欧阳磊的妻子 多挑了几件 带给欧阳璐等 境外任职的两个嫂子 她这也是一碗水端平 省得让家里人说闲话 要知道 欧阳家这几兄弟娶的老婆 都是非富即贵 家世和欧阳家也是差不多的 这些官宦人家的小姐们 未必就能看得上这些东西 她们要的是面子 不但是这些女人们 惊愕于庄瑞所展现出来的珍宝 就是欧阳磊和秦浩然 等见多识广的人 对于那些禁闭也是吃惊不已 这些东西估算下来 将会是多大一笔财富呢 第二天 庄瑞给孟教授打了个电话 把自己在国外发生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下 又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庄瑞这也是没办法 刚回到家里 这段时间积压的事情太多了 昨天光是黄甫云等人的电话 就没停过 不过庄瑞也没功夫 现在就去管生意上的事 而是首先去看望了 玉泉山的两位老爷子 两位国内硕过尽存的开国将军 见到庄瑞也很高兴 尤其是欧阳老爷子 中午不顾医生的反对 联合了好几钟酒 搞得宋老爷子直说 他是借题发挥 从玉泉山离开之后 庄瑞又返回到四合院 开着那辆借来的汉马车 把金刚和金鱼 带到了欧阳军的会所里 欧阳军的办事效率很高 在原先的铁栅栏处 加高了三米的围墙 在每个丝角处 还安装了监控器 婉然一座小的私人庄园 此时会所里除了保安之外 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撤离了 按照欧阳军所说 这些保安都是他从京城的警备区要来的 忠诚度上绝对没问题 欧阳军办事还算细心 撤离了他的特级厨师 又给庄瑞招了几个普通厨师 要不然住在这里没人烧饭买菜还是不行的 庄瑞没敢直接把金刚给叫下车 先是自己下车 给所有的安保人员讲了一番话 即使这样 金刚也是把众人给吓得不轻 在庄瑞的一再安抚之下 并且给出工资翻倍的待遇之后 这些保安 才算是静了下来 当然 金刚那憨厚的表演 也让保安们消去了戒心 否则 和个现代版的哥斯拉住在一起 估计没人能睡个安稳觉吧 为了能让金刚适应新环境 忠诚整整两天都待在了庄园里 直到金刚十分熟悉了那些安保人员和环境之后 忠诚才得以返回了四合院 新闻发布会上 庄总好 庄总来了 两个多月没来自己的博物馆了 庄瑞走进博物馆 发现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 不过还是有一些老员工向自己打着招呼 今天刚好是星期五 也是每周最后一天营业 庄瑞看了一下客流量 似乎比起开业之初要差了很多 一边和员工打着招呼 庄瑞走进了自己的馆长办公室 庄总 您这是被黑梅窑的老板给抓去挖梅了吧 怎么变成这样了 庄瑞刚刚坐下 闻风而来的黄甫云就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一见到庄瑞的模样 顿时大惊小怪的喊了起来 庄瑞现在的肤色 说好听点叫小麦色 说不好听了就是黑 可能是在海岛上最初几天被晒脱皮的原因 到现在一直都没能恢复过来 行了 少贫嘴了 一天十几个电话催我来 到底是什么事情 庄瑞摆了摆手 丢了一根香烟过去 这是昨天小舅去四合院给带过去的 家常的大熊猫 光是过滤嘴就比烟还要长 哎呦 好烟哪 黄甫云拿出火机 给庄瑞和自己点上烟之后 面色变得有些严肃 说道 庄总 这两天学生放寒假 加上过年的假期 原本博物馆的生意应该更好的 但是现在出现了下滑 这个情况我要向您汇报一下 另外您不在 一些钱的支出我也做不了主 这两个月拍卖市场出现了不少好东西 都被别人给抢去了 庄瑞在离开北京的时候 曾经给了黄甫云两千万的现金 不过这点资金在股安市场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一场拍卖会下来就所剩无几了 虽然博物馆每个月还有这几百万的进账 但是那些钱必须要经过庄瑞签字 黄甫云才能挪用的 所以这两个多月 黄甫云这副馆长手里没有一份钱 是可以支配的资金 幸好庄瑞曾经规定过 博物馆的员工工资是由两位副馆长和财务总监签字后合发的 要不是这样的话 庄瑞失踪的两个月 恐怕博物馆就要断吹了 客流量下滑的原因 你们找到了没有 庄瑞之所以忙活完家里的事情 马上就来博物馆 他心里也是有想法的 主要还是博物馆的展品比较少 虽然种类很丰富 也有吸引人的亮点 但是和国有博物馆相比 咱们的底蕴太浅薄了 还是要补充藏品 开发有特色的看点才行 庄瑞微微点了点头 他知道 丁光博物馆现在藏品还不到万件 别说是和国有博物馆 动辄十万百万的藏品相比 就是一些私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也要远远多于自己的 这一点的确是博物馆的薄弱环节 黄甫兄看看这个 庄瑞从口袋里掏出个金币 用手一弹 金币发出一声脆响 抛出了一个高高的弧线 翻滚着飞向黄甫云 翻来覆去的将金币看了好一会儿 黄甫云的脸上露出了恶然的神情 迟疑的问道 这 这是金币 这应该是国外发行的纪念笔吧 这枚金币的正面是一朵菊花 背面是一个骑马的将军 马蹄抬起 手指利剑 金币没有丝毫的破损 闪耀着黄金独有的光泽 人物之物真是栩栩如生 黄甫云在国外待了不少年 见过很多中世纪国外金银币的排卖 但是自己手里的这枚金币 无论是从橙色还是品项上 都远远强于自己所见过的那些金币 要知道 千足金的颜色是正黄色 十分的鲜艳 但是在古代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黄金之前 总归是要按照相对的比例 掺杂一些铜在里面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K金了 这样的金币放置的时间久了之后 无论是金币或者元宝 在其表面都能看出很明显的淡黑色 不过黄甫云拿在手里的这枚 却是没有那种颜色 显然是纯金打质的 所以黄甫云更倾向于 手中的金币是近代发行的纪念币 只有这种类型的金币 才是千足金打质 用于纪念收藏的 黄甫云 你看走眼了 这是十四世纪东罗马帝国的金币 也就是常说的 败战亭帝国所发行的金币 绝对是货振价实 同所无期的 壮瑞得意的笑了起来 他昨天可是花了大功夫 专门找了脱脂棉球 蘸肥皂水和无水酒精进行擦洗 这才清理出一批 氧化和变色不是很严重的金币 今天拿给黄甫云一看 果然连他也给蒙了过去 这 不可能吧 黄甫云听到庄瑞的话后 连忙把金币放到了茶几上 从口袋里拿出一副白手套戴上之后 才小心翼翼的把金币重新拿在了手上 古董这玩意儿不仅是字画比较珍贵 金属同样也是需要保养的 像人手上的焊剂油剂都会对金属和字画产生腐蚀 对于古玩的危害性是相当大的 黄甫云当了半年多的副馆长 早就习惯了在口袋里放手套了 这要是东罗马帝国的金币 那可是价值不分呀 黄甫云在手上颠了颠 这枚金币的重量应该在三到五克之间 要是按照黄金价值来计算 不值什么钱 但是六七个世纪以前的东西 可不能这样算的 现在国际金币市场 从17世纪划分了一个分水岭 17世纪以后的金银币 按照其成色品项 在金币重量的基础上 价以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但是17世纪以前的金币 那价值就要以十倍以上计算了 就像黄甫云现在手中的这枚金币 历时久远品相完好 如果拿到国际拍卖市场 底拍价都要在一万美元以上 就是卖出个几十万美元 都是很正常的 毕竟年代久远 这种金币几乎已经很难见到了 庄总 这东西是您从哪弄来的 这两个月 你不会跑到希腊那边去探险了吧 黄甫云把金币拿在手里 把玩了一番之后 满脸疑问的看向庄瑞 他之前在电话里 就问过庄瑞的去向 不过庄瑞含糊其词 一直都没有说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说道 黄甫云 让人准备一下 开辟一个海盗馆 等海盗馆成立的时候 我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一件大事 我靠 你不会是去挖海盗宝藏了吧 快点说说 是哪个大海盗 是海上魔王弗朗西斯 比奥雷克 还是红胡子海盗 希尔顿雷斯 黄甫云兴奋的叫了起来 在国外生活过的人 对于海盗历史 都有这一种狂热 因为在国外 除了古希腊 罗马和埃及这些 历史悠久的国家之外 其余的国家 可以说其历史进程 就是一部海盗史 每个时期都会有 名声不亚于 当时国王的大海盗们 像内部风靡全球的 加勒比海盗 之所以能如此大脉 就是勾起了国外人 对于那段神秘 而又充满了 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向往 而海盗宝藏 在数百年来 一直都是被人 津津乐道的事情 庄瑞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都不是 黄甫兄 你听过 克劳斯·施托尔特 贝克尔这个名字吗 黄甫云愣了一下 想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抬起头 脸上露出一副 不可思议的神情 大声问道 你说的是黄金毛 克劳斯的宝萨 最有名的就是黄金毛 那根用纯金打质的穿毛 在世间流传了数百年 几乎稍微知道一点 海盗历史的人 都能准确地说出来 无数寻宝探险家们 对此趋之若鹜 凭借着一些所谓的藏宝图 走遍了当时 克劳斯纵横海洋的地方 不过近七个世纪 克劳斯的宝藏 依然只是一个神秘的传说 对 就是黄金毛 我发现了克劳斯的宝藏 黄副兄 这作为咱们博物馆的一个新的看点 你觉得怎么样 庄瑞微笑了起来 自己这趟虽然是历尽千辛万苦 几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但是收获无疑是巨大的 克劳斯宝藏的问世 足以轰动整个世界 咔 那何止是看点呢 那简直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呢 东总 你说的要是真的话 我可以将全世界的考古探险界的目光 全部都吸引到中国 吸引到咱们的博物馆里来 黄副云听到庄瑞的话后 马上激动了起来 凭借着一个商人的敏锐眼光 他从中看出了巨大的商机 即使这些宝藏不对外出手 仅凭这个噱头 稍加炒作一番 就能让定光博物馆名扬世界 黄副云站起身 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才从兴奋中平静了下来 看着庄瑞说道 庄总 您要拿出真东西来才行啊 仅凭这一枚金币 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必须要有那根黄金毛 只要你海盗馆搞得好 东西马上就能上架 我先大概的给你说一下 一根黄金毛 一个古埃及的黄金面具 还有无数的金币和珠宝 庄瑞想了一下 还是将水晶骷髅隐瞒了下来 毕竟自己灵气的升级是依靠这个东西 说不定还会有别的效用